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呢我想再给大家开一套新的课程 什么内容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NUX的.js它是干什么的 它呢是一套VUE的开发框架 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功能呢帮咱们简化VUE的开发 咱们大家想想如果您现在正在使用VUE开发项目的话 我认为您应该正在使用VUE CLI这个工具包进行开发 对吧然后呢在这个工具包的基础上 再安装一些VUE的依赖和插件 比如说这个VUE的路由 比如说VUE的X的状态管理对吧 其实由大神给咱们提供的这个工具包和框架呢很不错 咱们呢也能够正常的使用开发对吧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咱们想想看如果您用过这个VUE的路由来说 或者说您用过VUE的X来说 内部的配置很繁琐 让咱们无法集中在业务开发 而要再想我这个路由该怎么配啊 我怎么加个参数啊 对吧我这个状态管理该如何的更新呢 对吧非常的繁琐 那么有没有一套框架帮咱们解决这个繁琐的问题呢 让咱们集中精力专门开发咱们的业务呢 这就是我要给您介绍这个Nex框架的用处 它就是帮咱们干这个事的 那么通过您学我这套课程 您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好往下看啊 课程纵旨 通过您学习我这套课程 我希望让您能够达到快速掌握VUE开发框架 Nex.js的使用方法 提高您实际项目的开发效率 减少您不必要的开发的时间的成本 咱们都知道一个项目中什么最贵 人力最贵 时间最贵 对不对 您通过使用这个框架能够减少您的开发成本 好不好 同时据我了解啊 现在很多的公司在采用VUE框架的时候 不直接使用CLI 而采用Nex 今天我要给您介绍的这个框架 好不好 它非常有学习的价值 那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OK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其实我已经打开 好不好 就是这个网站 大家请看 这个网站它现在都是英文 不过没关系 咱们往下走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选择语言 我把这个cookie选上get 大家请看 在这选择语言的地方 大家请看 其实是有这个中文的 对不对 咱们挑中文 没有问题吧 这是它的官方的中文 但是它虽然是这个中文的网站 有很多的文档 还是英文原文的 没有把它翻译全 所以说呢 其实我建议啊 您在学新技术的时候 还是鼓励看英文啊 为什么 因为有好多的时候啊 英文的内容 文档呢 是最新的 中文的翻译呢 会延迟一步 甚至延迟半年 所以说呢 您要想掌握新的知识 还是鼓励您看英文啊 好 这个是它的github 咱们访问一下 开源的项目 咱们都要支持嘛 对不对 这呢 大庆 我已经给它点赞了 如果您要没点的话 希望您能给它点个赞 为什么呢 支持下作者嘛 对不对 这是咱们一个 开源者的好习惯啊 好 咱们回到我的课件 这是中文版的网址 在这地方也写出来了啊 然后呢 我采用的版本 大家请看是 2.14.12 这个其实无所谓啊 咱们就采用最新版就够了 这个最新版本 您从哪儿获得 或者说看到呢 今天的github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这个release 对吧 目前的版本是 2.14.12 那咱们就用这个最新版本嘛 反正咱们 一直保持最新 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OK 那么您要学我这套技术 需要掌握什么基础知识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标准的HTML就可以 您要汇5 是更好了 对吧 然后呢 CSS或者CSS3 现在用的更多是CSS3 然后呢 JS JavaScript 对吧 要掌握 同时呢 您要是能够具备一些 VUE的开发的基础知识的话 您会很容易上手这个框架 如果您不具备这个VUE开发知识的话 没关系 小马有很多的VUE的开发课程 您可以去看那些课程 好不好 当然了 在这套课程中 我也会讲到VUE的知识 好不好 咱们就一起来学习 同时呢 大家往下看 开发工具呢 首推VSCode 因为我现在不管是在做视频 还是自己写自己的APP 还是在工作公司的APP 我主要采用的是VSCode 没有之一 对吧 甚至开发渣网 我也是愿意用VSCode开发 习惯了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说有朋友说 我就是不喜欢用VSCode 没关系 下面这些个Nano啊 也都选给您 您用哪个都可以 只要是稳稳编辑器 就可以 没有问题 OK 然后呢 浏览器首推 您呢 使用Chrome 当然了 您使用这个Firefox 包括微软的Edge 也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视频的计划呢 还是这样 就是说 我呢 以前做这种技术视频的话 每一个视频呢 只包括一个知识点 然后呢 视频的时间呢 我尽量控制在三到五分钟 但是呢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总超时啊 希望您能够谅解 我尽量把每个视频加缩 让您一个视频 学会一个知识点 好不好 OK 这个我没考虑过来啊 稍等 然后呢 我的课程的这个课件 都会放到 每期的课件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方法呢 您可以通过这个网址 能够及时获得我最新的课件的内容 以及原代码 好不好 OK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咱们就一起来学习这套 非常非常不错的 VUE的开发框架 nax.js 好吧 OK 那么第一期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